A明星信了耶稣 B明人经历神迹 被形容为大展纲的娱乐圈 近年有越来越多人站出来 分享自己的信仰经历 咬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 最近我们都有在某个国家 都有一些比较出名的人 信了耶稣 身边的弟兄姊妹 甚至牧者就会 你不如帮他们安排 在创神电视或者某个电台 去做见证 整个见证集出来 如果在人的角度 在商业的角度 这些人可能会有个明星效应 会影响到某些人 原来他也信了耶稣 但我想提的是不要 因为我教会要做圣诞训练 因为他有影响力 那我就让他上去 我很相信是要真的去祈祷 祈祷不是求上帝要去完成我 我现在的报道会求你 要他说好见证 要他怎样怎样 反而真的要看看上帝的心意 文聪、Gaby 分享见证超过一百次 他们是不是已经成胜 一点都不怕分享呢 首先我觉得说见证 不是一定是全部都得了才去分享 我觉得人是有软弱的 可能我这一刻可以 今天可以 难免他日我真的会被试探 被引诱 我跌到 不知道的 我会跟大家去分享 其实有时可能再遇到一些场景 譬如有很多和我和背景的人走在一起 我可能都会有一下 我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很叻 自己好像不是很好 但是我很快能够转念 有些听的人会知道 原来有个过程的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将基督徒圣化了 就会觉得信于耶稣就行了 但其实根本都不是 所以我觉得落地要紧 沈鹏牧师曾经嫖祭 赌博 打劫 杀人 放火 什么都做过 他认为见证的重点 不在于以前的经历有多轰动 我有一个坏人 学他这么多年 学他的样子 我就变回一个人 但是当我放下他的时候 你看到那只只是我本性 就是我 因为人有试用 我们想做自己的 我一样做这些坏事 但是我怎样去学 比如说我去看了别人的见证 我去听了访问了 某些弟兄姊妹的见证 然后他去跟子女 跟家人去道歉 他那个见证提醒了我 然后我回家 就跟我的老婆子都道歉 我以前做过些什么 我觉得这个才是见证 他甚至会找一些 别人认为失败的基督徒 来分享见证 他带了很多名人 信耶稣 然后没多久 他自己跌到 那我就去访问他 最初他不肯接受访问的 因为他觉得我没有见证可以 但多数我们自己都会 焦点在他 以前他花了公子 跟着信耶稣 带了一帮人信主 就以为这个是见证了 反而其实我觉得 他的见证的重点就是 其实我们做完这些事之后 我们都可以跌倒 然后心态跟上帝 关系是怎样才是重点 你能否记得反省 简单来说 因为见证不是说 一个见证你成功 而是大家见证着 你的身孙 而身孙是什么呢 不是你有多惨 而是你还是很落力地 知道是一个罪人 但是自己这么不配 而你还挥着上帝不放 这个就是我们见证着 我们很多时候忽略的 信仰的进程 就像一个婴儿 从出生开始慢慢学习 长大成人 不过每一个学习的过程 总会有祈福 今天你做到了 明天你可能又做不到 后天又再尝试 但不时也会有新闻 说到知名牧者 名人基督徒犯信仰规条 做错事 沈鹏牧师曾经说过 犹大如果生在当今世代 教会也应该给他留一个席位 他认为我们要与罪人同行 他是这么值得我喜欢的 这么有趣的 这么可爱的 而我去学习去爱他 我有什么值得赞赏呢 我就是因为他这么黑人真 这么难顶 而我们要去学习 去跟他相处 去跟他同行 见证不只是在台上分享人生经历 自己信主前的迷失 或是遇见上帝之后 人生路变得清晰 实际上 见证更是信主之后的每一天 如何在每件小事上经历 抓紧上帝活出人生的丰盛 你今天又怎样活出上帝的恩典呢 2017年1月 香港签默社区进行会 邀请了台湾新生命小组教会的 顾其云牧师和他的团队 出席香港新媒体教会研集会 鼓励信徒更积极投身 在新媒体的福音合场 羊在哪里 牧者就在哪里 耶稣说 祂到处的走遍各城各乡 就是为了一件事情 要得到人的灵魂 那所以教会 现在的教会最需要的是 真正的能够发现 原来你的羊统统跑在网路里面 新媒体是一个公共 但我们刚刚搞错了 颠倒了一件事 我们不是用新媒体建立教会 我们是已经建立教会在先 然后值着身媒体的工具去传福音合 在教会里面这帮弟兄姐妹 怎样值个身份 在他接触都没顺着 然后将这一帮人又怎样去 现实世界带回来的实质现实教会 顾奇云牧师在聚会中提到 教会想回应新媒体时代的需要 就要以耶稣基督为根基 做好门徒训练 让信徒准备好发挥影响力 对于耶稣所传神的福音 我们何等的信徒 耶稣所传的国家 我们多么兴奋 所以国度的彰显在哪里呢 哪个角度将来在哪里呢 在于教会 就在你教会 一连四天的颜集会 还有来自台湾的基督徒艺人和信徒 分享在新媒体传福音的经验 我们其实可以分享好多好多东西 音乐 戏剧 舞蹈 各样的才能 你的生活 柴米油盐 酱醋茶 你全部都可以分享 我们要传递一个爱的讯息 你的根基在这里面 你散发出来 你可以多一点的建立关系 了解别人看见需要 把你的生活慢慢分享 人才会觉得好奇说 为什么你的生活这么幸福啊 为什么我看你也会吵架 那为什么你夫妻还是这么的恩爱呢 当你好奇地问我的时候 我就回答你 那你没有好奇地问我 我不要一直把上帝上帝 耶稣耶稣 什么都摆在一个最大的标题上面 不用这样 王牌有时候最后才出的嘛 定期发布到网上平台的周报 就是新生命小组教会 鼓励运用新媒体的建议之一 周报呢 我见他们台湾的团队呢 就是那个礼拜发生了的事 跟着之后用一些媒介 可能是用文字图案 或者短片 一些视频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可以将自己可能在小组里面 或者可能在家庭里面 将那些好的东西去抽出来 去再好好包装一下 怎样去呈现出来去看 我试过这个Facebook的Live 我觉得很好玩 未知确实是怎么用的 但是就觉得有很多很好的工具呢 都可以放进去教会 最主要的目的都是带领人回到教会当中 你们教会的会友 每天都直播着很多青少人自己 不过他不是有心去经营 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媒体去做全国工作 现在我们赋予了意义和使命 他就开始去做 我想教会能够做的就是 能够凝聚这一班已经 懂得用心无礼的人 还有去训练那些想参与的人 很多人都会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生活 那怎样才能将信仰 用吸引人的方式分享给身边的人呢 我们简说一下我们的生活在信仰里面 是不是没有二分 如果没有二分 你应该就会很好分享 如果有二分 你就不好分享 因为你的生活是生活 你的信仰是信仰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是我们需要面对自己问题的时候 那如果真的可以 其实也可以帮助你 脱油好好祷告 好好领修 好好在教会扎根 知道怎么样信仰的根基是什么 其实妈妈你就真的会清楚 活出基督的样式 鼓励你也更多在网络平台 分享你的生活 将信仰价值观带给身边的人 爱地球观察站 承邀您将所关注的议题和看法 或者是各种聚会活动的信息 发送到cdvftmea.us 小清晰同一时间 再和大家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